大家好,我是Ms.Nilly,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加拿大高中的学制懒人包 当然一定要开我的地图先,就是安省 其实大部分的省都是与安省的高中学制非常相似 你不能说100%一模一样,但是都是很相似的 基本上我想得到的就是,比如说灰省,即Quebec和BC就会不同 Quebec就真的很不同,因为年份都不一样 但是BC就年份是一样,其实读的都差不多,但是他们就有公开示 而安省就没有的,所以我未必会把所有省,每个省都会做 因为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在短期内拍这么多片 但是也都是可以给其他人参考,就算你不是去安省 其实其他省份都是很相似的,你就可能要一些仔细一点的 就要自己去看一看,但是概括来说都是差不多的 在未开始之前,也都希望,好像我之前那样跟大家说 希望大家可以like,share,comment和subscribe 因为第一,我非常之希望可以有一个community 由youtubecommunity就要1000个subscriber才可以的 不是我自己贪心,但是好像自己在打大佬,玩打机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也都可以令到我更加鼓舞去做这件事 第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skip片 因为当我做这些片的时候,其实我都将很多东西是合在一起 然后已经尽量缩短给大家看的了 所以千万不要skip,因为如果不是,你就可能会skip了一些重要的information 而且很多我都是靠口说,所以你没有听到就未必会知道 第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到最尾 我知道我真的很长期的 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的学生都跟我说 啊,Ms.Nilly,为什么你一直在讲这些东西 就是重复又重复 但是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 好了,先讲一下安省的高中的话,入学年龄是怎么计的 首先,在高中年龄的话,就算高中也好,小学也好 入学年龄是以出世年份来计的 今年就是2021年,如果是9月,今年9月2021年 读Grainline那批,就应该是2007年的,如果我没有计错的话 但是你说,会不会像香港那样有大B还是小B 这个就是没有大B还是小B 总之你是那一年出世的话,那就是出世年份 我应该没有计错吧 我记得Grainline 12今年,即是 现在读Grainline 12这批是2003年的 2003,2004 咦,我好像计错,好像2008年 咦,我先看看,要计一计 今年Grain 12那批是2003年 Grain 11就是04,Grain 10就是05 是06,即是下年9月那批Grain 9就是07年 真的有点尴尬 好了,就不是计年龄的,是计出世年份的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选,如果我的小朋友是小B 我可不可以选留班呢? 其实是,我不知道有没有exceptional case 就是说额外 但基本上就是,你那个年出世就是那一年入学的了 即是那一年的Grain 那这里加拿大都是奉行这个制度的 就是等到那些学生可以跟他们同龄的小朋友一起成长 那好了,四年制,Grain 9至Grain 12 那其实就不是正式是四年制的 那我之后就会跟大家说 为什么是这样说,不是正式是四年制 但它是预计了你是四年制的 Grain 9至Grain 12 那好了,第三样东西就是它是9月至6月 所以7、8月整个7月都是放暑假 整个8月都是放暑假的 那我们就分两个学期的 9月至1月是一个学期 接着2月至到6月就是另一个学期的 那好了,基本上呢 在高校我们是行这个学分制的 就好像大学那样 那如果有些人没有读过大学 譬如好像我自己的家人那样 有些人都是没有读过大学的 那我就经常都解释给他听 就好像草印花那样 那你就要在四年之内 存足30个印花 那就可以毕业了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在四年之内 就要读够30个学分 那就可以毕业了 那他就没有说 不是一年一年一年这样读的 就不会说 Grade 9的数学读一年 Grade 10的数学读一年 不是这样计的 它是计30个学分 就好像香港 或者是很多其他国家的大学制度一样的 那好了,在30个学分里面 不是说我想读什么就读什么的 有18个是一定要必收的学分的 那我逐个逐个列给你们 那有四个就是英文 那变成了Grade 9、Grade 10、Grade 11 和Grade 12的英文 那然后三个数学就是Grade 9、Grade 10、Grade 11 那说的是必收 不是说你听说 12年班不用读数 只不过是有些学生 他可能不是去数学方面的 比如说他想 将来读大学的时候 是读语言学的 那他其实真的不需要 一个12年班的数学 那所以就变成了三个 必收的数学学分 然后两个Science 即Grade 9和Grade 10 你可以去到Grade 11 不读Science 都可以的 那有一个Canadian History Canadian History 是一个十年班的课程 九年班没有的 那变成了你喜欢就可以继续读 你不喜欢可以读完十年班 那个Canadian History 就不读了 那有一个Canadian Geography 是一个Grade 9的课程 可以继续读 也可以不再读的 然后一个是Arts 可以是比如画画 Music Dance 那这些都属于Arts 然后一个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就是PE读 那通常都是Grade 9读的 那然后可能一路读上去 也未定 或者是就这样读完Grade 9就算 那一个French 就算你不是加拿大人都好 都要读French 就算你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都要读French 如果你是Grade 9开始读的话 如果你是中途拆班的话 就有点不一样 那我可以之后再开篇讲 但是如果你由Grade 9开始读的话 就一定要读一个French 就是读完Grade 9French 可以不读也可以 之后 那好了 一个就是Group 1 Group 1它里面有大约七至八个课程 然后大部分都是一些偏文科的课程 那你就要读一个就是Group 1的学分 接着一个Group 2 然后Group 2那些科就比较偏双科类 就是不是全部都是双科 但是比较偏双科 还有一个Group 3就比较偏离科类 譬如说电脑之类那些 那然后呢 还有0.5个Career Studies 那它就是一个半个学分的课程 然后Career Studies就是学 就是譬如说 如何写Resume 如何找工作 如何去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之类那些 那是一个Grade 10的课程 那你说0.5 那另外0.5做什么呢 那就是读这个Civics Civics 通常都是读一些 譬如说加拿大的政治系统 什么叫做公民教育 之类那些 那就是0.5 0.5 这样的 那这18个是一个必修的学分 而12个呢 剩下的12个就是一些选修科 那可以过来的 那我想要留意一下 那这里呢 因为要读四个英文 Grade 9,Grade 10,Grade 11,Grade 12 那有些人就说 那如果我过来是读ESL的话 那我需不需要由Grade 9开始读翻起呢 其实是不用的 ESL是可以计算到英文的学分 除了Grade 12的字外 所以意思是有些学生就算去读ESL也好 就不会说有一个谋误 不是谋误的,就是information 人们就会说会不会拖慢了进度 其实就不会的 因为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G9,G10,G11的英文的学分 但是你G12英文就一定要读回主义的英文 就不可以用ESL来当那个G12英文的学分 所以就不会说我特意拖累了 当然你越迟来就越难说 因为你剩下的时间不多 但是如果有G9开始就算你就算读ESL也好 我觉得是好东西来的 让你慢慢学到你ready的时候才读一个mainstream的英文 好了,学分制的话那怎么去编排呢 每一年,比如G9的例子你们 比如G9的时候我们是分两个 无论是什么年份都好 我们都是分两个学期的了 Semester 1, semester 2 每一个学期就读四科的 然后总共乘2的话就是八科 一连八科 然后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G9基本上有英文,数号,science,geography 读一个art,然后PE,然后还有French 然后你会有一个选修科的位置 我现在就先打住business 有些人可以读其他东西都不一定的 或者可以读一个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好像不行 比如computer science之类那些 但是你发现G9就没什么选择的 因为通常G9的人都会拿来读必修科比较多 然后就只剩一个选修科的位置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八个位置可以给你拿学分 每一年就有八个学分的位置 然后又乘回四年就有三十二个学分的位置 但你要记住,你只需要拿三十个学分 不是拿三十二 所以其实你有两个位置可以选择的 有很多十二年班的学生 他们不一定会读足八科 可能会读六科就算 然后拿两课即吉堂 然后就用来真的专注去读那六科都不一定的 有些就喜欢读完八科都可以的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你看回四年的话 你是有三十二个位置去读三十个学分 就算你肥一科都不要紧要的 就是再读了,你有三十二个位的嘛 那好了,Para,这里你看到 Business我之前说了,就是一个选修科 然后你看到Gray 10的时候 这个Gray 10的例子 有些科仍然都不会跑掉了 因为都是必修的嘛 英文,数,Science,History,Careers and Civics 然后你看到我有三个是选修科的 那我随便打点下去而已 但是你就看到Gray 10就会比Gray 9的旋修科 那个数字就会越多了 那其实Gray 11,Gray 12已经接近去到 差不多全部的位置都已经去到 是旋修科的了 你喜欢选什么就选什么了 那变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就是基本上这里是以兴趣为本的 那给你Gray 9和Gray 10就什么都试下 又读一下Science,又读一下History,又读一下Business 什么都涉猎一下 然后到Gray 11的时候 你就真的去选你自己喜欢些什么了 譬如说,我自己是理科老师 那可能我的学生就会喜欢 譬如说,Phasics,Champ,Biology,数学 这些,当然数学是Composter 就是一定要读的 但是他们会选一些他们喜欢的科 例如有些说我读完学10科学,我已经很不喜欢学,那你就在学11的时候不读,可能读一些比如说文科类的或者双科类的科目 所以变了11-12年班就会选修科,基本上整个时间表都是选修科为主 除了学分之外,要读30个学分之外,还有什么要求呢? 如果你想起安省高学毕业的话,就还有两个要求 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有40个community service hours,就是40个义工时数 通常40那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大概是一年做10个小时的义工时数 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的很多都是grade9,grade10的时候就做完了 因为grade11-12的时候就会比较少时间去做这件事 因为到grade11-12的时候学一些东西又难了 通常那些人就会拿些时间去温书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学会 比较多,尤其是有很多可能在学会那些已经做到 可能是committee或者是主席之类那些 那你就会花了很多时间去那些地方,就会没有时间去做community service hours 所以通常呢,大部分人都是在九年班或者十年班最准都已经搞定了 但是我自己都有见过学生,就是12年班都没做完 又走来跟我说,Mr.Lily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做? 不如我帮你搞吧,你可不可以帮我签hours? 那我都有遇过的,但是就是40个小时总共 那现在疫情有点不一样,那他们就把那个时数是减到去20的 在疫情的时候,那可能遲些到疫情结束之后 可能又会回到40个小时,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是因为疫情才减低了,本身都是40个community service hours 那好吧,还有呢,十年班的时候呢,所有的十年班学生都要考一个英文能力士的 而这个,如果要在安省的high school毕业的话呢 你的英文能力士是一定要pass的 那有些人可能十年班不pass,不要紧的 那他们可能十一年班再考,十一年班不pass,不要紧的 你十二年班再考,如果你考了三次 其实有时候两次都是的了,如果你考了两次至三次都是不pass的话呢 你可以再额外读一个学分是专门学英文能力的 那然后呢,只要在那个科那里pass,就是那个学分pass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等同于在这个英文能力士合格的了 那所以就不需要压力那么大的 我自己呢,都考过OSSLT,我不觉得是特别难的 那但是因为我始终在香港是英中过来的 那所以就有少少不同了 那如果你说中中过来,会不会觉得辛苦一些 那可能啊 那但是OSSLT呢,我觉得最辛苦的那样东西呢 就是它,因为它是专考读和写 就是Reading和Writing的 我就记得,哇,那几个小时真的 写过不停,那只手疲了,那只手疲了 那只手疲了,那只手疲了 还有11年班,还有12年班 或者可以读一个OSSLT的学分都可以的 那好了,如果是这样的,你就会问 那是不是一定要四年之内读完呢? 那如果不合格怎么办呢? 那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说你可以... 因为你有32个位的嘛 那如果你不pass的话 那你还有两个位可以走占 可以再重读一些 如果是必修科的话再重读,算修科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就重读咯 你不喜欢的话,就读个第二样咯 那有两个位是可以给你走占的 那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是可以令到你增加你的学分的 譬如说什么呢? 你可以读Summer School 那Summer School每年的7月 你可以读一个一个月的课程 那很辛苦的 不是说很辛苦的,就是很密集 通常是8点回到1点半 就不断地学一个课程 譬如说你想读一个Summer School英文 那你就每一天8点 7月的时候每一天8点至1点半 然后就密集式地学英文学一个月 然后你就会拿到一个英文的学分 那你就可以每一年就可以读一个课程 那就是Grade 9到Grade 10那个书架一个 Grade 10到Grade 11那个书架一个 Grade 11到Grade 12那个书架一个 那总共就是已经有三个位可以读学分 那其实现在加上已经有35个位了 再加上你那32个 那然后呢,你也可以呢 有时候Grade 12的话 那些学校就会容许他们读Night School 那意思就是说呢 就在夜晚的时候再读多个学分 那就变了可能一个学期未必是读四科 就可能读五五科 那通常都是Grade 11或者Grade 12才会 给他们这样做的 就是怕他们可能Grade 9、Grade 10肥得多 或者是差了一点 就特意安排去读Night School 那里又可以加一些学分的名额 那其实已经差不多39-40个位了 那然后呢,你也可以 譬如说如果你是母语 不是英文或者法文的话呢 你也可以读一些 international language 譬如说是广东话 然后它是星期六读的 我想大部分GTA的教育局都是星期六的了 我有见过是星期二晚这样的 但是international language 每一年就可以读一个 它是一个三年的课程 就是Grade 9、Grade 10、Grade 11 那然后就变了又有三个学分了 那所以其实你加上 如果你读所有的summer都读一个credit 然后你又读Night School 又读international language 每一个星期六都这样读的话 其实你拿成四十几个位去拿四十几个学分的 那所以就算你不合格都好 其实有很多位置是可以走检的 因为其实你只需要三十个学分而已 那但是我也都遇到很多学生 就是他们活读summer school 不是因为肥佬 可能就是想将自己那个 就是能够读的科 可以增多些opportunity 那可能他们毕业的时候 就可能是34至35个credit毕业都不出奇的 那很多学生都是可能 他们本身是讲第二个语言 譬如说国语 他们可能不会读international language 就会读普通话 然后每一个summer都读的话 他们毕业的时候就真的 可能35至36个学分 那当然是多过30个 你只要30个而已 那你读多了没有所谓 没什么所谓的 那你就增广见闻 所以就不是说什么特别的事 那有些人说 如果我真的用了这些位置 我都没读完 那怎么办 或者真的读不齐那30个 或者可能不合格 或者是我比较迟才来 可能要读ESL 那这里就有一样东西 就叫Factory Lab 就是说那些人在12年班的时候 都没读完所有他们要的学分 那他们就会多留在这间学校 半年至一年的 那通常有些学生就会留半年 大部分那些地区的学生 那就可以给多四个位的时间 他们去拿他们的学分 那他们就可能读半年 然后剩下半年就出去做事 然后之后就入大学或者高学 然后有一些就可能是直接 比如说尤其是一些来到 英文不是那么好 被人安排读ESL的那些学生 那可能他们读 就不只是需要半年 可能需要一年这样 那这就不算是变数 这里是没有留班这个程度的 只不过是说你四年读不完 那你就再拿多年来读 那我也都见过有些 比如说我见过有些学生 他们可能是有些特别的原因 比如说健康的原因 我见过有可能患病的学生 他一年真的读不到八科 就是他可能真的要慢慢读 那他可能整个high school的课程 是用差不多六年至七年才读完的 那都可以的 那也都见过一些成人 就是他可能是青少年的时候 读不完high school 那就drop out了 然后之后再回去读一些成人的课程 然后就是 存回一些学分的 而这个是非常之 common的 其实非常之普遍的 你如果想像我们有一个多人多的rapper 就叫Drake 然后他都是grade 10之后就没有读了 然后他是之后红了之后 他红透半天之后 他才回去逐个逐个学分 逐个逐个读的 他读到差不多30岁的时候 他才是高中毕业的 但是当然他那时候已经红透半边天了 他现在差不多整个多人多都是他 所以不需要太担心 如果四年读不完 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不会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个是一个草引花的形式 差在你草得快 还是草得慢 那你会不会说 我早点草原 可以早点毕业 我真的有见过有些人是三年半毕业的 但是 三年半读完 你又不会说三年半读完之后 就会入大学 又是中途入的 那你不如慢慢读 享受那四年的高中生涯 其实很多人的高中生涯 都是最开心的时间 我想我现在回想起 我觉得高中都差不多 是我最开心的时间 当然大学都很开心 所以不需要太拘励于时间 四年很多人 基本上由高中生涯来到 四年都是非常足够的 如果不足够 就加上夏天学校 夜学校 和国际语言 那好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 否则我真的讲了很久 现在已经22分钟了 所以多谢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言 订阅,订阅,赞,赞 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自己就不太懂去市场 所以就不太多人知道 有这个频道的存在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给 你认识的人 是你觉得是帮助到的 然后我亦都希望可以 为这个华人家庭 就是加拿大的华人家庭 可以拿到更多的资讯 因为其实华人的资讯 华人对教育的资讯是比较少的 所以就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那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Thank you very much